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距離新蒙面超人上映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始終今時就不同往日 現在開關 大家可以去旅行了 相信不少人都會飛去日本仙島為快 上年我們做了一條初期的解說片 去到這一刻 官方又透過不同途徑追加新情報 例如新蒙面超人的薯片 每包附送的卡可以說是資訊量不少 然後還有每個月連載的前傳漫畫 今次我就跟大家逐一解說 一些入場前知道了會更好的大小事 首先就是由前傳漫畫開始講起 作品名叫做《世上沒有真正的和平》 新蒙面超人 《Shockerside》 顧名思義就是講收卡的故事 負責劇情編劇就是《暗夜秀明》 漫畫劇本就是《山田胡瓜》 作畫就是《藤村匪夷》 就在周刊《Yang Jump》那裡連載 截至《社高》這一天 已經到了第四集 時間點來講 就應該是女主角年幼或之前 原因就等下再講 六川一郎 男主角就叫六川一郎 如果有看過石之心老師的超和英雄作品 一郎這個名字就絕對不會陌生 就是《電腦奇俠》這個作品 1971年《蒙面超人》就開始播放 跟隨著變身英雄熱潮的 還有1972年的《電腦奇俠》 而《電腦奇俠》的特設版和漫畫版 都是同一年內推出的 以《暗夜》的《尿星》 我就覺得它會參考漫畫版 至於與新蒙面超人的《六川一郎》 有什麼關係呢? 我就等下再講 繼續講到角色介紹 《六川一郎》出生於一個美滿的家庭 她的正義感很強 而且還有一個電單車迷 設定上有十分超級英雄的男主角Feel 不過也因為她的正義感 有一次眼見轉孝身被欺凌 她幫手挺身而出之後 就慘成被欺凌的新目標 接著命運之神又繼續作弄她 她的媽媽就被路上隨機殺人魔襲擊 最後重傷不幸離世 忍無可忍的她就決定橫手反擊 誰知因此而被退學 《六川宏》 一郎的爸爸就是《六川宏》 在蒙面超人作品中 同樣都有《六川宏》的角色 就是幫本鄉晚逃離收卡的洗腦改造 兼是這個《六川劉璃子》的爸爸 至於新蒙面超人這邊的《六川宏》 應該定位上都大致相同 所以一郎和劉璃子就是兄妹 經歷了女伴的死亡 《六川宏》就加入了一間叫做收卡的企業 開始進行關於人老的研究 故事裏面兩父子搬到收卡的基地住 更加研究出一個叫做Punana的技術 能夠讓人類避開病魔或死亡的威脅 我就上了Google大神道搜尋Punana 原來現實世界都是有這種Punana 在印度醫學和儒家的角度裏面 是叫做氣 在藏傳佛教都有相同的觀念 又或者中醫角度都有氣或氣功這件事 是一種生命的能量在身體裏面流動那隻 有點像火影裏面的Chakura 有趣的是氣這件事還會被叫做風 風就令我想起蒙面超人的腰帶 因為蒙面超人一號就是依靠風的能源去活動 風力能源透過腰帶的風車成為了原動力 很可能Punana這種技術 就會成為作品中收卡改造怪人的新技術 K 接著就開始介紹收卡的成員 第一位叫做K 是負責管理組織和研究設施的機械人 全名叫做外世界觀察用自律型人工智能 角色造型設計就源自機械刑士的主角 機械刑士同樣都是石之森老師的作品 就在1973年開始做特設版和漫畫版 故事中的機械刑士 就是查案用的機械人 敵人就是犯罪組織巴多 組織會將機械人派去犯罪 而機械刑士就和人類警察合作調查事件 破案之後就會變成戰鬥模式戰鬥 暫時新蒙面超人的K 並沒有出過手戰鬥 當一郎去到收卡的基地 K就問一郎想要一個怎樣的世界 一郎就希望要一個人類能夠互相理解 沒有暴力的和平世界 聽完之後 K就決定幫一郎實現夢想 表示收卡是一個引領人類 持續地幸福 以及愛的秘密結社 現在故事中的K就負責做一郎的老師 蜘蛛與蠍子 接著就是兩個挺重要的角色 他們是用代號去互相稱呼的 首先就是蜘蛛的Kumo Oku 它就是蜘蛛改造人 經常戴著面具 不過漫畫裡面曾經脫過面具 而它也是組織裡面的殺手 性格比較衰直 還有很喜歡大自然 口說就很討厭人類 但它對一郎也算不錯 然後就是蠍子Sasori 它同樣都是一個改造人的美少女 看起來就是一個正正經經的少女 但其實就是一個滿老子都是色色 又很M的少女 它兩個都是一郎的同學仔 一起聽K的教導 眼尼的朋友都留意到 電影預告裡面看到的蜘蛛改造人 就是漫畫裡面的蜘蛛 不過蠍子在預告和收藏卡都不見影 很可能漫畫之後的發展就會變當 Kuraku 收卡旗下就是一個軍事企業叫佛士德 這個Kuraku就是企業的幹部 會將軍備買給不同的組織賺錢 也會賣給民主主義國家 主張用武器去完成他們的正義 做得幹部都一定很能打 它同樣都接受過強化手術 能夠從手裡噴出激光炮 實力完全壓制蜘蛛和蠍子 最後一郎就跟蜘蛛聯手KO了它 但戰鬥之後 一郎就被打到重傷 貧臨這個死亡邊緣 Iwang 為什麼同屬一個組織 都會互相打生打死呢 原來組織的大首領已經不在人世 於是分成了兩個派系 本來的收卡和佛士德 兩者的關聯 都跟其他鵪野作品很相似 例如Sun Ever裡面的Nerufu和Jelle 以及新超人的政府和禍特隊 Kuraku主張買賣武器 和販賣人口去賺錢 而處於它的對立就是Iwan 這個男人同樣都是收卡的成員 蜘蛛和蠍子都是他的手下 雖然都是對立 但Iwan也是一個腦袋不太正常的狠角色 而在元祖的蒙面超人裡面 也有一個角色叫Iwan 就是死神博士 他就是收卡的三大幹部之一 全名叫做Iwan Tawano Beach 暫時未知這個Iwan 到底會不會在電影中出場 零小路 零小路也是收卡的成員 不過暫時漫畫還未登場 而在蒙面超人裡面 也有一個同名的角色 就是登場在第10集的零小路律子 不過看來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漫畫裡面也有幾句對白提過 在阿K之上還有一個叫I的存在 想見到I就要集到8個鎖匙 而阿K的勢力就持有3個鎖匙 不知道這8個鎖匙和電影有沒有關係 而I就很可能解造眼睛的I 原作的收卡手令就是一隻大眼的造型 不知道關不關事 故事預測 剛才提到一郎被打致重傷貧臨死亡邊緣 這個時候 老爸的六川宏就用Punana去救兒子 就成功令到一郎滿血復活 而且又令到他的身體產生變化 變得有超出常形的身體能力 而六川宏一心就想救兒子 但就完全不知道有其他副作用 以上就是暫時第4集的故事 老爸就以為這個技術 就只是幫人類去遠離死亡 很可能收卡就做了一些手腳 暗中可能就想用來做這個改造人的新技術 可能之後就繼而令到六川宏對組織抱有疑問 事關在漫畫的第一集開頭 就描述了五年之後 戴上面具和戰鬥服的一郎 造型上就不禁令我聯想到Tetsumenkuros 這個又是石之森老師的作品之一 而且面具上的十字造型 更加好像蒙面超人的初期廢案Kurosfire 這一幕裏面一郎的面具被打致裂開 看得出是經歷完一場大戰 就更加講出了一句對白 為了人類的幸福 在改變世界之前 首先就要改變收卡 按照這樣看 六川父子覺得收卡不對勁 然後就聯同其他人一起對抗組織 在圖裏面就看到蜘蛛扶著老爸 看來蜘蛛就應該調轉窗頭幫男主角了 而這裏見不到蜆子 很大機會就真的會變當 然後另一個不見人的還有K 我估計大結局就是一郎大戰K 於是電影裏面就可能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就是會分成三大勢力 蒙面超人收卡和一郎 又或者一郎黑化接受了收卡的首領 就成為電影的最終BOSS 新蒙面超人薯片 話說2月6日推出了新蒙面超人薯片 每包零食附上了兩張收藏卡 在全48款的卡裡面 就埋藏了不少新情報 綜合來說 主要就是登場角色的新情報 第一件事 就是確認了六川一郎會在電影裏登場 而電影裏的造型就是一頭長髮和伸穿白袍 未知是中還是姦 然後就是他老爸六川宏都會登場 照計他老爸可能一開始就領便當 第三個比較爆一點 就是蜜蜂改造人蜂女的人間體 就由西野七奶去飾演 西野七奶就是奶木版46的前成員 2011年就以奶木版46一期新的身份出道 在2018年年底畢業 又是一個很可愛的女演員 跟著掛人角色 還追加了蝙蝠改造人 造型上就跟原造蝙蝠男很不同 身上就穿了很有型的紳士服 就有一種W的Scarler的記事感 最後就是收卡的下級戰鬥員 除了藍版之外 還有黑絲女女版 其實以前原造收卡都已經有女性戰鬥員 兩者的共通點都是露大腿 腿控器我就表示 時代不同了 現在的新版本正好多 跟著還有一張卡 是第一號和旋風號 但電單車跟原本的旋風號有些出入 將卡後面的解說寫著 旋風號是由六川博士開發的 而收卡也有能力和準備量產旋風號 意味著可能會有收卡拉打 又或者是被蒙面超人第0號用 接著就說說什麼是第0號 一郎可能是最終BOSS 大家都知道 鵪夜壽名多喜歡玩懷舊 或者資深粉絲才知道的設定去扭桥 今次又不知道會不會這樣玩呢 首先一郎的戰衣 就是參考了蒙面超人的廢案初稿 然後角色名參考了電腦奇俠 我們看看電腦奇俠的設定 特殊版的電腦奇俠男主角叫次郎 續作的電腦奇俠01的男主角叫一郎 然後宿迪的電腦黑魔人間體叫三郎 而漫畫版以上的角色設定有Semi的不同 另外還有一個電腦奇俠00 人間體叫0 日文就叫做雷 就和EVA的零波麗是有名的 畢竟新超人的男主角 和EVA裏面的男主角 都是撞讀音叫Sinji 不知道鵪夜會不會玩這個梗呢 於是定位上一郎的戰衣 或者叫改造人 就是早過蒙面超人第一號和第二號登場 李英就叫做蒙面超人第0號 再看多一點關於電腦奇俠的設定 次郎的左藍右紅 又或者一郎的右藍左紅的設計 藍色就代表正義 紅色就代表邪惡 電腦奇俠身體上面 就有一個叫做良心迴露的裝置 特攝版的次郎 就有一個不完整的良心迴露 而一郎就有一個完整的良心迴露 漫畫版一郎就相反的 是沒有加入到良心迴露 不知道鵪夜壽明會不會用這個良心迴露的設定 一郎就可能會分成好一郎和壞一郎 還是直接把一郎做成電影的最終BOSS呢? 聽到這裏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就有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5元或10元 大家的支持就有製作動力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給我按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8月3日 期待會 新的 observation 字幕可詞 最後一集